体度下降法 最优化的入门 最优化是积极学习中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基本上积极学习问题最后都可以规约成一个目标还数去求解 就是求解一个最优化问题 其实不仅仅是积极学习中 在其他领域比如说经济领域的话就是最大化经济效益 然后在进化心理学领域的话就是最大化遗传效益 在物理等等各方面领域来 这种最优化它都是一个核心的工具 最优化核心最优化那种最优化重度方法中以梯度下降法最为 最为常见最为有用 然后学习积极学习 大家要注意把那个每个模型要的最优化对应的最优化问题给找出来 然后使用各种那种最优化的算法 比如梯度下降法去把这个模型的参数给求解 深度学习领域最著名的算法 最基础的算法是反上传播算法 也叫PP算法 它其实就是一个反上传播求导数 然后在梯度下降法求得那个神经网络的权重 当然这个在后面的课程会涉及到 我们现在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先来进行最优化的入门梯度下降法 梯度下降法 这个这次这个视频的话 我们的教学思路是这样子的 就是从一个最解答的问题出发 这个最解答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求得函数 这个东西的最小值 所谓的最优化就是求得某个函数的最小值 那我们在这里 整个这个课件 关注的就是点 就是从最解答的情况 求得这个二次函数的最小值来出发 来理解什么是梯度下降法 理解梯度下降法 有三个层次 最基础的最基础的入门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的话就是了解的层次 了解的层次就是解答的了解 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然后对这个奥茨函数 怎么求最小值那个的T度下降法 有一个解答的理解 然后初级入门的层次 了解了以后的话 你可能那个这个 还太解答了不行 然后我们要有一点点入门的层次 就是通过用使用passen写代码 来求得这个奥茨函数的最小值 使用梯度下降法 然后的话 还要有解答的数学证明的层次 为什么梯度下降法 能求得这个奥茨函数的最小值呢 然后的话最后一个层次的话 就是入门层次了 梯度下降法的入门层次的话 那个我们这堂课 是关于深度学习训练营的 那么这个梯度下降法 怎么应用到积极学习 应用到深度学习 那个他在那些积极学习问题中的表处 是个什么样子 这个大家需要清楚 然后的话 梯度下降法其实是一大类的方法 就是使用梯度的一些优化方法 那么我们就 是不是应该看一看 各种梯度下降法的别提呢 这个入门层次的第二点 就是推广到一般的 就是其他类型的梯度下降法 OK 然后现在我们就开始来 从这个了解层次出发 来了解这个梯度下降法 来求的这个函数的最小值 这个层次翼的直观了解 直观了解的话 就是这么一个图 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呢 图是这个 这个JW 它是我们要优化的目标 就是最优化 就是求的这个W的这个最小值 它是某个二次函数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二次函数 那么二次函数的那个函数图上 就是这个样子 关于W W那个就是开口向上 然后这个Loss 其实就是我们一把写成代价 写成那个JW 然后就是 雪天某一个初始点 叫做Initiate 然后雪天这个初始点以后 然后就不停的下降下降下降 就找到这个最小值的点 叫做Global Loss Minimal 这就是直观的T度下降法 直观的理解就是这么一个图 大家想象一下就行了 然后在这里 我有一个问题要带给大家 从这个图直观的来看 是不是所谓的T度下降法 是不是约的切械方向下降呢 大家看看 在这个初始点处 然后这里有它切械 确实在约的这里的 这个切械方向好像在下降 一直下降到那个 那个局部的最小点 大家花个30秒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呢 OK 那么很多人就会就认为 它确实就是从某个初始点出发 约着这个方向 约着这个切械方向下降 然而这恰恰就是直观方法 理解的不足之处 事实上T度下降法 并不是这样的 它这并不是约着 这个切械方向下降 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值得好好的思考 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直观的东西不容易说清楚 不容易把这些细节给分辨出来 那么我们就用一个数学公式来表示它 数学公式是什么呢 所谓的T度下降法就是在这个地方 W等于W解去学习数据α乘以这个JW对W的导数 也就是说在这个点出那个W它那个它的更新规则是在当前点解去这个α乘以这个JW的导数 从这个数学公式来来看 这里确实就是一个导数 那你为什么说不是约着这个切械方向下降呢 那我假设这个W的初始点等于那个1好不好 就这样 那么在这个此处的切械的话 在此处的导数的话 那个JW的导数在W等于W0出的导数就是2乘以1加2等于4 哎这个切械的话从图里面看是不是一个方向呀 约着T度下降约着这个导数方向下降 那个导数是一个数值 哎这里却是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却是那个W跟那个 对就是这个W 这是一个二维的 它有两个量 那这个那那这个约着它下降α是个 呃等于0.01之类的正常数 或者0.1或者0.05之类的长届的那种比较小的数 就是那个每一步的大小 那么就说明这个方向并不是这个梯度 那么问题来了 所谓约着T梯度下降法就是约着T度下降 那么约着T度方向下降 那么它的T度方向是什么 在这个问题中 在这个这个解答的奥兹哈数的最小值的问题中 在它等于1这个点处 它的T度方向是什么 OK 嗯这这个的话就涉及到什么是方向 方向就是一个呃就是一个呃向量 一个向量 比如说那个说D是一个方向 那么它是一个向量 它可以是呃呃呃 某个维度的空间中的向量 比如说X11直到XN 然后它要满足它的范数 它的范数等于1 也就是说是一个单位向量 就是方向 然后它的梯度 那么它对应的梯度方向 是不是它那个呃 它对应的梯度方向 它是等于JW除以JW的那个它的范数啊 那么是不是就是等于1啊 就是一个E为的向量 也就是说 就是一个方向 就是它真实的梯度方向 这个这个D并不是这个东西 所以在这个点 大家要清楚了啊 梯度下降法 从直卦的理解来看 它有一个误区 就是说表面上是 约着梯度方向下降 而其实是约着这个方向 就是负负1的方向下降 那就是约着1的方向下降 哎那个如果这个初始点 在这边的话 就呃对 秋秋导 对在这边 那么就是约着这个负1的方向下降 初始点是负2之类的 那么呃 同样可以把它的那个呃 把它的那个在此处的导数的方向 给计算出来 它就是负1 在这对称轴处 这边的方向都是负1 都往这边走 这边的方向都是正1 我往这边走 往这边走 在这边的方向 然后在这边的点的话 都要往这边 这个方向走 就是梯度下降法 然后走到这个点处 它就取得了最小值 OK 这是第二个层次 来理解梯度 就是第一个层次中的 那种直刮层 直刮方法 来理解梯度下降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